海峽論壇是一個民間交流的性質 兩岸之間的 包括宗教、中青、文化、教育、經貿等等的 一個民間交流的重要場所 能夠讓兩岸之間有一個互相交流的場合 那當然這一次因為中美發生緊張關係 連帶台灣當然也是相當程度的一個有疑慮的地方 可能被捲入 所以蔡總統也講說希望不要擦槍走 他所一個等於宣訴性的 這是依據法律規定 他所做的一個等於 告訴大家法律是怎麼樣 所以這是一個提醒 他沒有不要我去的意思沒有 從來沒有 所以當然是一些遵守相關的法規 來進行這一次的一個活動 大概有兩個禮拜了吧 那是電話來了 後來又當面跟我提起 那希望我能夠代表國民黨前往參加這一次的海峽論壇 兩岸處於一段時間的一個相當緊張關係 而且情勢上沒有轉緩 大家都很憂心 所以我希望等於試吃做干的一個善意 那希望能夠 彼此先多做溝通 多做一個善意的試吃 那來緩和兩岸的一個緊張氣氛 我昨天講過走該走的路 那做該做的事 這個只要是對兩岸 這個緊張氛圍能夠稍微主席一下 稍微能夠反下來 那對兩岸的這個和平 總是會出現一些好的契機 我想這個都是該走的事 也是該走的路 所以外界怎麼看 當然我們給予尊重 但是呢 盡其在我 我們一切都是為兩岸的一個和平來著想